賴清德上週末在侯友宜的本命區 在嘉義成立信賴之友會 他說我們要保護台灣 我們要打台灣的保護本土政權 這一張牌 保護本土政權 很多網友都說 拜託誰不是本土政權 現在誰不是台灣的政黨 你要講清楚 怎麼還回到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派 意思是 國民黨是外來政權 都已經民國幾年了 怎麼還在走回頭路呢 我們看到賴清德 現在是不是還在賣 賣芒果乾呢 必須講 這個2024總統大選 我們要進步 可是賴清德副總統他怎麼說 他說反對用戰爭 來影響投票行為 他承襲了蔡英文總統 在520的說法 他說反對任何政黨或任何人 用戰爭恐嚇台灣的人民 必須說 打這個所謂的這個亡果桿 芒果乾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應該是民進黨先打的吧 2020年蔡總統是怎麼贏的呢 販賣這個亡果桿 又再往前推一下 還記得嗎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到底是誰喊出這樣的口號 所以其實人民沒有忘得這麼快 另外我們再來看看賴清德副總統 其實他不斷的在嘉義提到了823 當時嘉義大水他勘災的那一段往事 他可能要讓大家記起來 他在當行政院院長的時候很會治理 可是人民想到的看到的是另外一段 包括蔡總統搭著雲爆車去勘災 被人民大罵的那一段 有人就講賴清德 你是在偷臭蔡英文嗎 來看一看 當時蔡總統多麼的狼狽 所以很多這個當地民眾就說 哎呀 清德兄你怎麼還提823呢 那個時候其實你被洗臉 大家看到村民為著他 當然大家有怒火 這是掌壇村的村民罵他說 你太慢來啊 你也太慢嗎 你來割到尾是不是 我們已經淹五天了 那當然那時候大家水深火熱都有怒氣 還記得賴清德那時候對媒體講說 如果你是上帝你再來講 哪個地方不淹水 水量這麼大 他的意思是說水這麼大 就算是上帝來恐怕也是束手無策 觀眾朋友你可能要提醒 就是賴清德可能要提醒民眾說 我很會治理 可是民眾想的是你不會治理的那一面 那個時候823整個嘉義災情好嚴重 你兩次到嘉義去穿青蛙裝涉水淋雨 可是其實大家記得的是你無能的那一面 包括你在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來看花了10億來疏紅 可是用不到20天就崩塌了 就是2014年8月15號的自由時報 那個時候台南港委溝溪排水的系統 輸汁工程完工不到一個月 嚴重走位崩回 照片都還在呢 所以王洪威立法委員他就說 前瞻預算有一個叫做水環境建設 從2017年到現在已經變了1807億 可是我們看看這7年來 花了這麼多的錢 還是一樣年年缺水嘛 倒出淹水年年缺水 所以你的治理的成效在哪裡 是打水漂了嗎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看蔡英文總統 最近可能都躲在賴清德後面 那也有人說是賴清德躲在蔡英文總統的後面 因為包括卡管案這件事情 雖然是舊案可是現在有楊渡這位作家 他出來講說賴清德你跑不掉 這是你後頭你在後頭操盤的 他認為卡管案一定跟賴清德有關 楊渡說賴清德以形勢不力 唯由逼退了潘文中 那個時候的所謂的教育部部長 兩天之後馬上讓吳茂坤 記得他嗎 吳茂坤我們的教育部部長 他其實是最短命的教育部部長 他只是為了拔管 拔完管之後 他就也下台了 所以他認為賴清德 楊渡認為賴清德是背後的操盤手 於是我們看到很多媒體在問了 賴清德你可能要說清楚 所謂的卡管案中間 你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而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巧欣 巧欣剛剛 惠文也提到了 巧欣又丟出來說 賴清德你要講清楚 你到底你欺騙社會 你說你不認識郭再清嗎 他就丟出了兩張照片說 他認為賴清德跟郭再清的關係 匪淺你怎麼說你不認識他呢 而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陳婉慧最近的表現不錯 他丟出來說 有一些權貴仗勢著自己跟執政當局 可能交好 占地為王 甚至侵占國土 上個月他先丟出了資料 包括陳啟玉 他是前台研公司的董事長 等三人的岐山農舍 是違法豪宅 而且有可能侵占國有地 結果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其實限期三個禮拜要拆掉的 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我們看到的高雄市政府 已經拆了 可是很抱歉 只拆了大門 陳婉慧的說法是說 你根本只拆了一半 只是做做樣子 今天他加碼爆料 已經過世的綠營媒體大亨 林坤海三立 我們的友台的前董作 他家族的莊園也涉嫌違法 而且涉嫌侵占經濟部水利署 第七合川局所屬的 騎甲斷 五八五地號的國有地 講到國有地 大家可能就想到了 嚴寬恒 上一段節目我們也提到了 嚴寬恒 就是因為侵占國有地被起訴的 所以 陳婉慧說 疫情檢調單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比照嚴寬恒案 立刻介入調查 以招公信 所以我們也問了高雄市府的回應 高雄市府說 有檢舉我們就會去查 絕不寬待 另外對於陳啟玉的豪宅風波 他說已經請他們拆了 還沒拆完 可是我們會叫他立刻拆 大家來評評理到底有沒有大小眼 或是眼以寬A 比較寬鬆的對待B 有沒有這樣子的差別待遇 請教偉翰 先來看看偉翰你怎麼看 他在侯友宜的本命區喊出來的話 我一個跟大家報告 官員有權 人民有票 所以當官員有權 卻變特權的時候 老百姓就討厭就是貪官污吏 而且特權加違法 任何政黨都一樣 你今天做了 包含了整個豪宅 然後政府幫你去怎麼樣 方便你 然後你有特權 一般人就不行 你就可以 這種都會被討厭 只要被踢爆了都會受重傷 第二個 你說那個賴清德去嘉義 因為嘉義 我先跟大家報告 因為嘉義從來沒有過 其實嘉義現在算是我爸爸的故鄉 我爸是嘉義水上 水上 所以我是嘉義官的人 所以嘉義從來沒有總統參選人 現在已經確定有一個了 所以嘉義人我覺得 應該霍宇在那邊票 應該會開來不少 他自己也要有盡心 中南部不是只有嘉義 還有台南 還有高雄 你要看霍宇他怎麼樣下去 跟大家做一些經營跟告白 我們剛剛放了一段 就是賴清德跟蔡英文總裁 2018年8月的時候 下降被罵的 其實讓我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他在雲爆假車上面 揮一首微笑的那個畫面 我們這邊有圖 這張照片這個 但如果你看那個影片 以後你真的會動不掉 我們已經人民在水深火熱當中 家裡都已經淹水三天 你坐下來的時候 而且你知道嗎 那個車一過去以後 他那個水還更淹了一次 有的人已經把裡面的水給出來 用一個東西動的了 你又來一次 你一隻你爭下來 所以就受不了 好 那一件事情就踢翻 那一次2018年你弄完以後 你看年底 韓國瑜到高雄都贏了 所以就當你已經做出了 這個非常失去脫序的動作的時候 老百姓是會非常激烈的 那你從2018年到現在 這幾年我想了一下 我們就好幾年沒有嚴重的颱風 這個當然是台灣之福 但今年現在才5月 如果今年 因為很多人都要選舉 包括韓國瑜的新北市 如果風塞一來 地方的首長沒有處理好 或是政府的官員沒有處理好 明月是馬上會爆炸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小心 那再來就是說 你今天在卡管案這一邊 我倒是提一下 因為楊杜老師他寫了 大學的幾兩這本書 現在受到很熱烈的歡迎跟迴響 那如果國家我剛剛所講的特權跟這個 不是只有你自己的豪宅 或是你方便你的政商友人之外 你是要去動一個大學的校長的時候 那知識分子是不能忍的 那管忠敏因為被提到 因為我不知道後續 侯友宜的副手要挑誰 國民黨內明確有人點管忠敏 就是說審籍上面可以互補 然後還有他們的形象上面 那如果是的話 管忠敏又真的是如楊杜老師所講 是被賴清人動的話 那就是直球對決了 就是會變成是這樣 那蔡英文總統看起來 確實在管案當中的涉入是 獨派的人不要讓管忠敏當台大校長 那是不是真的跟賴清人有關 我覺得後續可以關注 來 請教輝文兄 前子 我當然我也關注到你講 楊杜武的那個新聞 就如同韋翰講 因為那本書是他寫的 所以他應該很了解管案的來龍去脈 真正卡管的一定是蔡總統 不會是賴清德 怎麼會是賴清德 賴清德是行政院長 這怎麼會行政院長決定 反而我比較擔心的是 有點弄巧成拙 因為最後讓管忠敏上任的時候 是已經九合一選完了 賴清德跑去總統關頂 當時的教育部長是葉俊榮 葉俊榮也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是他去解套的 那葉俊榮因為這個事情 被獨派罵的半死 然後就辭這個教育部長 回台大教書去了 所以如果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好 會變成解套的是賴清德 我實在不曉得 因為這個我實在是 還有人說叫管忠敏去當 何惟宜的副總統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給大家看這個是蔡總統 在520的時候 其實蔡總統講這個 我是某個程度而言是同意 就是說不要為了選舉 販賣戰爭的恐懼 蔡總統這個觀點 我當然是認同支持 但蔡總統為什麼我們選舉 會討論到戰爭 為什麼是和平跟戰爭的選擇 也是因為你的執政才造成 在李總統 扁總統跟馬總統 我們選了這麼多次總統 怎麼戰爭會變成主題 是你的原因 是你亂七八糟 裴洛西 麥卡錫 那當然解放軍的這個文攻武嚇 所以才會有戰爭這種恐懼 這是你造成 你怎麼沒有檢討你自己 我給他看看賴清德有多離譜 他說蔡英文總統說 詠英教練機已經在服務了 然後下一句講什麼 他說在不久台灣第一台潛水艦 也要下水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講台語 潛水艦就是潛水艇的意思 這個詠英教練機 我們現場有空軍的防偽漢 人家大陸是殲20 我們還在教練機 然後潛水艦我們也之前講過 大陸有遼寧號 山東號 我們才第一台潛水艦 而且潛水艦 這個國造的潛艦 之前也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我們標準的講好聽叫做整合 講難聽叫做拼裝 拼裝起來很多的紅區的設備 我們是做不出來了 然後這樣蔡總統還 這個快馬加編說 今年9月就要下水 而不是明年的5月 為什麼不能明年5月 明年5月就選完 你也好了 當然要今年9月就趕快下水 只是下個水 亮個像 然後就可以大內宣 大外宣說 我們國建國造 我們潛建國造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一大堆的這個 大內宣跟大外宣的綜合 所以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非常的簡單 當這個題目會變成 我們選戰話題的時候 為什麼國民黨會去打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有效 為什麼這個題目有效 是民進黨的助攻 是蔡總統你造成的 如果今天我們兵役沒有延長 如果今天解放軍沒有軍演 如果東風飛彈沒有打到頭上來 國民黨打這個訴求 他們說你笑的 你說這是要做什麼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可是為什麼國民黨打這個題目 大家會有感 為什麼 因為明年開始就有人 要去當一年的兵 因為東風飛彈打到頭上來 因為那個固態電池的大廠 他投資1000多元去法國 他不願意在台灣投資 因為股神巴菲克 把他的台積電賣光光 那怎麼會是怪我們 所以觀眾朋友 當賴清德講這麼幼稚的話的時候 用永茵教練機 用一台潛水艦在洗腦 大家說什麼 我們有教練機 我們有教練機 這個是賴清德的水平 而且現在最悲哀是 這個水平的總統候選人 他民調有時候還會領先 是 賴曉欣 所以看到賴清德 現在還在講說什麼 保護本土政權 講得好像只有民進黨 才是本土政權 其他人你都是外來者 這個事情我覺得很多中間選民 大概也是很難接受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他並不像蔡英文 他在中間選民的 拓票能力 跟年輕選民的 拓票能力 是極其有限的 他看起來就像是 最傳統最傳統最傳統的 那種民進黨 所以美國人當然也會擔心說 這個賴清德當上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搞台獨 就算他以前講台獨 現在不講了 可是他表現出來的方方面面 包含去批評國民黨說 沒有民主自由的DNA等等 其實這都是很老派的 綠營的說法 他沒有辦法爭取一些 新的選民的支持 所以抗中保台同一個事情 可能由蔡英文去打 或許他有用 或許還有包含當時的一些 時空背景的國際因素 但是現在賴清德 再去打這個台灣主權牌 只會讓大家想到 剛剛回文哥講到的 你是不是真的要讓戰爭來了 那2024年如果是一個 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 都希望選擇和平 再來最後講一個 就是說賴清德他愛騙人了 我記得那時候 在講到郭再清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 郭再清跟賴清德一定認識 因為郭再清是中職位 他在地方上面 又生根這麼久了 可是當時很多新聞什麼的 都念過去就說 好像他們很不熟還怎麼樣的 結果現在照片出來 他們是接受林怡景的邀請 在同一個主桌裡面吃飯 看起來關係並不遠 所以我們只是在講說 賴清德不要一直用謊言面對大家 應該拿出你真誠的一面 是 這個剛剛賴清德賴辦有回應 他說不記得賴清德有說過 我不認識郭再清 這幾個字 又不記得了 他說沒有這件事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他們很熟 他是說他沒有說過 我不認識郭再清 這個是剛剛來自於 賴清德辦公室的回應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先進一下廣告 請進一下廣告